嗨 各位網友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香港新聞 講香港新聞 是令人不開心的 幸好有 加費貓 跟我一起 他很過癮 每次當我說話的時候 他就走過來 跟大家講回這單新聞 香港新聞 和防疫有關 這單新聞我都講了很多次 除了台積電 Tesla之外 Eon Musk 我們講得最多 關於營地重開 這個問題 好上次跟大家講過 BBQ場和營地重開 跟施政報告的關係 又試過分析過 這個 11月康民署親子露營活動 和營地重開過關係 是 結果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我每次講什麼都燈死 好 講之前跟大家 分享一點點東西 海邊走走 士力水 好位貴 我做生意最討厭 就是 比人貴 又不比人好 但是沒辦法 因為這裡只有這隻 這隻 三磅幾 三磅幾 三十幾 真是離譜 但是每次拿出來 我都吃光 好 我們先講回這單新聞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Critical thinking 我們就類比一下 為什麼這個漁護署 簡稱漁記 是會開營地 不是 是會開BBQ場 又不開營地 到底裡面是什麼呢 讓我今天跟大家 徹底分析一下 如果要看完整版本 請加入Patreon 交入元宇宙 我這裡沒有元宇宙 都不用裝Patreon都會說 好 小貓貓 不是咖啡貓 一直陪著我 跟大家講一下 那麼 漁護署 其實 要封閉這些露營燒烤場地 其實都是很明顯是防疫的一部分 在這個國家發展大方向 防疫是不可以躺平 一定要做一些動作 舉例 我們Critical thinking 就是0加3 那個加3 就是證明 我們不是躺平 我們是 要清零 OK 所以就去不了0加0 照理這個限聚令 其實都是同一原理 就是 由4人 擴展到12人 大家覺得有沒有意思 12人限聚令 少於12人就不會傳染了嗎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姿態 你都說明 我們沒有躺平 依然有限聚令 那你見不見到那個邏輯在哪 我跟大家分析是不是很徹底 雖然這麼徹底 每次都被我燈死 好了 回到預計這個情況 我打算 BBQ場 和營地 應該會一起開 結果 他就真的 只是開BBQ 都不開營地 就不是營地是特別壞的 正如0加三龍 3加0也好 只要有一點不是0 因為我們要清零 不可以 徹底沒有防疫 在防疫上 不可以徹底躺平的關係 遇護處 必定要做一些事 去證明我們是有防疫措施 既然又可以行山 又可以燒烤 如果還可以露營 那就違反這個 大策略 那就閉加火 所以 我預言 一日不到0加0 一日不清零 一日不取消限聚令 停止599G也好 599F也好 打針安心 嘟嘟都好 一日沒有取消這些東西 預計 都不可以 開營地 否則 它就是躺平 你說這個critical thinking 是不是很厲害 雖然多厲害 但我相信 就好像這個咖啡貓一樣 都沒有辦法 完全開飯 亦都 包包底 就是無論我怎樣說都好 結果都是會燈死 我說不開 他就真的不開 我說開他也是不開 好了 這段是這麼多 這集是這麼多 謝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 Member 和Patreon 支持者 好了 喜歡訂閱 有緣叫打 照顧 有問題 留言交流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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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